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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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妖天天想着用脸用女人吃饭 你说的 是我吗 林总 林总 花西张写的图片修得怎么样 还没有选好 已经在选好 这些吗 对 林总您看看 一共就这几张照片 她到现在了都还没有修好 我已经安排她重新修了 而且啊 她这个人工作态度真是极差 用上班的时间来跟女朋友谈恋爱 这些照片修得不错 可以过了 什么 我说得不清楚吗 没有 姚远 来到办公室一趟 既然知道是工作时间 那就不要讨论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TB需要的是能力出色的人 而不是胡乱嚼舌的人 明白吗 把门关上 有人欺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小事 我自己能解决的 不行 谁欺负你就必须付出代价 好了 我知道你关心我 放心 这些小事不会影响到我工作和生活的 但是啊 如果你因为我这件事影响到情绪 影响到公司的话 那我可真的要难过我自责了 更何况 我也不希望我的女朋友 因为这件事情受到非议啊 好了 这次就算了好不好 不可以 这种不正之风绝对不能助长 再说了 今天还只是我碰巧看到 这平时还不知道多少新人被欺负呢 要是优秀的人才都因为受到职场欺凌而离职 这对我们公司来说才是最大的损失 嗯 你说的都对 可是 放心 我有分寸 完了 我有点骄傲了 我怎么能有这么优势的老板和女朋友呢 对 你知道就好 你知道就好 对了 我发现你的修图风格跟一个网红摄影博主很像 还有你给顾宴成排那一组 风格也很像 有吗 好像叫影子魔术师你知道吗 不知道 可能是凑巧吧 幸亏她没发现影子魔术师就是我 对了 虽然我们不需要修图了 我们出去吃饭吧 好啊 刚才我帮你解围 你请客 村民 等我能力跟她匹配的那天 再告诉她吧 慧欣 顾总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们最近很忙很忙 我就来看看 雨萱呢 雨萱最近都没来啊 说是办事学艺去了 怎么 顾总你不知道啊 我记错了 没事 你先忙吧 我走了 好 顾总慢走 我 帮我查个人 来 先摆好 来 五 六 七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停 雨萱 以你现在的进度 想在半个月内完成 几乎不大可能 你是以前有摔伤过吗 我知道 因为跳舞严重摔伤过的人 之后都会很恐惧摔倒 没有 对不起 我们再来一遍吧 你必须要克服心理的恐惧 不然 很难完成这支舞蹈 我知道了 我能克服的 你能跟我说说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吗 或许我可以帮你 没什么 可能就是太久没有跳舞了 好吧 既然你不愿意说 我就不勉强了 那这样 我在你身后 拉着你的手 你跟着我的韵律 试试看 能不能慢慢放松 好 那我们再来一次 来 还是刚才啊 五 六 七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高嘉谦 男 二十六岁 职业舞蹈演员 现任舞蹈团团长 颜值高 拥有超强的舞蹈天分 说重点 反正这个高嘉谦 最近在排练一个 叫神女的舞居 和 现在应该就在排练室 这排练室呢 那 跟这个感觉走 比刚刚要好一些 好 等一下 大家好好 要记得这个 标准吗 他们这动作 有点便宜 不协调 下一个吧 嗯 来 走 六 七 下 二 三 来 快 快 你是 这 你不知道 他是有男朋友的人吗 你怎么来了 很不希望我来吧 说什么呢 你不是在画店吗 为什么在这儿 这个就有点 一眼难尽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她是嘉谦 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 现在是一名很优秀的舞蹈演员 这位师傅艳成 是我的男朋友 原来你就是雨萱的男朋友 没错 我就是她的男朋友 雨萱 那你们先聊 我们一会儿再继续训练 嗯 好 好 说吧 你在这儿干吗呢 又吃醋了 严肃一点 我就是让嘉谦 当我的舞蹈老师而已嘛 嘉谦 嘉谦 叫得那么亲密 跳舞需要这样吗 那就是几个舞蹈动作而已嘛 你不是不能跳舞吗 现在又能跳了 就因为这个男人 看来他真的比舞还重要 好清新刺鼻的柠檬味啊 哎呀 好了好了 告诉你了 其实我呢 学跳舞 是为了你这个醋檀子学的 为了我 你不相信啊 那算了 我不练了 你 真的是为了我 本来呢 我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那现在 算了 其实 其实我就是担心你 况且还是跳舞 那你说 我本来要给你准备的这个惊喜怎么办啊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吗 你说呢 作为你的正牌男友 看到你跟别的男人搂搂抱抱 一时失去理智也不回国吧 还敢狡辩 你 我承认 这次是我的错 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笑了 笑了就是原谅我了 对不起 我们没有偷看啊 对 对 那个 不是有意的 我就想跟高老师学几个舞蹈动作 你说这 这不好控制啊 那你们继续聊我出去嘞 对 高老师 等一下 有什么事吗 刚才是我失礼了 向您道歉 没事没事 我会解开就好 女轩是我朋友 我也希望她能幸福 对了 高老师 刚才我在看你们跳舞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问题 没想到这一年能看出来 只要是跟小夏女有关的事情 她都很敏感 确实有些问题 女轩的动作很不流畅 感觉在跟自己看好 但我觉得她内心又是渴望跳舞的 但身体却本能在反抗 所以刚才我才牵着她 想要 让她跟着我的韵律一起走 感受舞蹈的韵律 我虽然不懂舞蹈 但是我看你们跳舞的动作 想到了仙女藤天图 所以 你是想要挑一支仙女藤天舞 好啦 这下惊喜彻底没用了 傻瓜 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我知道 这次比赛对你而言很重要 所以我也想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你知道了 只要是对你好的事情 我都会想尝试着去做一做 哪怕只是跳一支舞 为了我 辛苦了 但是答应我 不要勉强 不要受伤 好不好 放心吧 我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的 我们继续练习吧 好 那你们 没事的 那你们继续 我在外面等你 一起回家 好 好 去吧 来 雨萱 拜托你在事儿啊 怎么了 麻烦你跟慧琳说一声 生日会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她再给我给我答复 我 我就要去找她问清楚了 我好像 没太听明白 她能听明白就行 谢谢了啊 好 拜拜 男朋友选得不错 所以吧 别美了 继续吧 好 来 这次跟着我跳 嗯 别看了 别看了 五 六 七 走 对 衍伸出去 晃啊 到哪儿了 堵车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 没事 我等你 这里面应该有你喜欢的吧 请问你是 对 何人 我会想的 显示 我要要我 买 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换一种练习方式 站在这儿 窈窕淑女 琴瑟有志 姑娘来到此地 不知是否有幸 能邀请姑娘跳一支舞 跟着我的脚步走 嗯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不知道 这是以玉元林 以玉元林 嗯 雨萱 是你让我有勇气 重新开始雕刻 现在 我也想帮你克服心里的障碍 不是为了比赛 而是为了你自己 如果这支舞 能够减轻你过去的所有痛苦 我愿意陪你一起 你都知道了 高嘉谦都告诉你了 我和高嘉谦商量好了要一起帮你 你看 你刚才都跳这么久了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嗯 我静谷 你还会想帮你 我靠你 我靠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 你没事吧 叶晨 我成功了 我可以跳舞了 我知道你一定可以 为了她 你竟然做这种成的 看来是真的很爱的 若曦 不 你行 怎么了 心不在焉的 没什么 少杰到底让你给她什么答复 你连我都不肯说 你连我都不肯说 没有啦 真的 真的 肯定有什么 你快点跟我说实话 好吧 我还是告诉你吧 她跟我表白了 表白 嗯 这么快吗 少杰眼光可以呀 那你怎么想的 你喜欢她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可是你这爱情大师 根本就是浪得虚名 徒有其表啊 你之前教我的那些 该不会都是纸上谈兵 不能实战吧 事实证明呢 你现在跟顾艳成的关系 代表着我的理论 是没错的 这件事啊 我还是回去好好想想吧 我这难度系数比你高 因为啊 我和她的关系 有点复杂 从一开始就跟别人不同 你她那种花花公子的性格 也不知道是真实家 行了 不说这个了 你今天不是去拜师吗 怎么没去啊 我今天休息啊 你不是说时间紧张吗 怎么还有时间休息啊 高嘉谦说她今天有事 我 我总觉得她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 我都有什么事吗 我都有什么事吗 什么 希望是我想多了吧 你怎么来了 不是都已经给你了吗 你给我几个钱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你这个场地租金到期多久啊 一拖再拖 昨天才给我那么几个钱 还想再拖 老弟啊 别撑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场地啊 已经有别的剧团 要跟我们签约了 人家给全款 不能再租给你们了 那我剧团的成员怎么办 那不关我的事 那是你的事 跟我没关系 嘉谦 到底怎么回事 舞团已经连续好几个月 入不敷出 已经很久没有发工资了 大家都想着解散 昨天还有几个成员 闹着要走 本来你给我的学费 因为我是想要作为场地租赁用的 但一着急 就把一大半都给到演员嘛 都是我的问题 是我没有能力 带领好大家 可怎么会这样呢 这么好的舞剧 难道一直都是在亏损的吗 我们舞团 没那么有名 而且我们的舞蹈 也不是现在的主流 观众都是靠发传单 和朋友介绍来的 所以一直入不敷出 可是现在 感觉很对不起大家 别这么说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觉得 我们的舞蹈 如果能被大众看到的话 一定会被他们喜欢的 你别着急 我们一起先想办法 好 我接个电话 忘了她要来接我了 喂 喂 雨萱 你什么时候下课 我来接你吧 不着急 我今天要多练一会儿 嗯 拜拜 夏浅 要不然你先用我的钱垫上吧 谢谢你的好意 我怕到时候 连你的都还不上 喂 我现在没钱 什么 你们要投资我的舞团 好 那我马上准备 雨萱 我也不知道 就刚才突然有人 打电话来说 要投资我的舞团 让我好好准备 今天晚上 要来检验一下 舞剧的质量 今天晚上 这么巧吗 该不会是骗子吧 骗钱没有 只能骗色 况且 电话里面是个男人 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死马当黄马医 反正是一次机会 不试试怎么知道 好 加油 我支持你 之前是我 没有考虑到大家 我在这里跟你们说一句 对不起 我不想再隐瞒大家 剧场已经下了最后通牒 今晚之后 大家必须离开 但现在有了转机 有人有意向给我们投资 我相信 只要我们正常发挥 我们一定能拿下的 看到你们这么有信心 我就放心了 这次机会 我们一定要抓住 我相信你们的实力 也相信我自己的眼光 更相信 团长和你们为此付出的 心血和努力 所以这次我们一定要加油 来 对 我们一定能拿下的 背水一炸 来 来 来 大家动作快一点 快一点 快 翻过去 这 往后面对齐啊 雨萱 这么晚了 我们是不是被放鸽子了 不会的 你们的舞剧跳得这么好 肯定会有薄勒的 走 你怎么现在就来了 我不是说还要多练一会儿吗 高先生 不好意思 上次见面匆忙 都没来得及介绍我自己 这是我的名片 你 你就是故事集团的首席 顾雁诚 没错 这是 这次 我是来探投资的 顾大老板 如果他们跳得让你满意的话 你真的会投资吧 我好像没有手空话的习惯吧 那我就提前替他们谢谢你们了 因为影看完以后 肯定会满意的 你这是对高嘉谦戴着滤镜吧 戴滤镜是真 可能也是因为 他跳的舞蹈神女 让我想起了妈妈当年 跳舞的样子 那种对舞蹈的喜欢和热情 让我真的没有办法袖手皇冠 而且 这么好的舞剧 如果被埋没的话 我真的会觉得很可惜的 你 你不是因为我才投资的吧 你这是怀疑我投资的眼光 我看中的 是国潮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 还有 我看好他做的事情 还有 未来的前景 真的 我不仅是一个艺术家 还是一个商人 我看中的是商机 那我还是相信你的眼光的 要不然你也不会找到一个 像我这么好的女朋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希望你每天都这么开心 大家都知道 故事最近新投资了一个舞团 我们也接到故事 做杂志专题的合作邀约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为剧团 以及即将全国巡远的舞剧神女 做一期特别专题 赶上下期杂志 接下来大家有的忙了 可能会很辛苦 但我希望你们全力以赴 明白吗 是 林总 放心 这一次我会和你们一起在前线作战 好了 散会 各个麻烦准备吧 真行 自己的绯闻都满天飞 还这么大积蓄 噓 你可小点什么 别忘了女魔头刷子都扒了我 枪打出头呢 你们快看 快看快看 看 女魔头在公司还要搞出一副 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我的天 重锤出击啊 不知她看着这实锤打不打的 你说这实锤生 应该比她小好几岁吧 看上她哪儿了 什么照片 拿出来 给我看看 拿出来 谁发的 谁发的 不知道 一个马甲刚传到网上的 传给我 好了 你们去忙吧 是 拍的还不错嘛 拍的还不错嘛 说让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就带我来这儿啊 因为林总 白天该会晚上工作 根本没时间陪我呀 少来 明明每天都可以见面 到底什么目的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好好放松休息 所以这一个小时 我们就在这里看看海 吹吹海风发发呆 好啊 听你的 什么都不想 我们公开吧 是因为这几天的谣言吗 对不起啊 因为跟我在一起 让你受到太多非议了 不是的 我们是真的在一起了 你不在意了吗 我们活着 就像这海里的鱼儿 眼里是一望无尽的大海 就应该在宽广的大海里 自有自在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应该规律别人的眼光 不是吗 我能遇见你 真的是我这辈子 最幸运的事情 顾小姐 听说你最近接了一部 大荧幕电影 《追光者》的女主角 能给我们透露一点消息吗 可以透露一点点 这次的女主角呀 是一位非常励志的舞蹈老师 也是我从未演过的角色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那你为这个角色做了什么准备呢 拼命学习舞蹈呀 而且最近看了一部舞剧 很受触动 通过那些舞蹈演员老师的深聊 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生活依据 也让我更有自信诠释好这个角色 方便问一下 你看的那个舞剧叫什么名字吗 当然可以 是一部叫神女的舞剧 我也非常想推荐大家 感兴趣都可以去看一下 非常值得一看 好 谢谢 准备好了吗 好 刚老师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采访了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开始 刚老师 知道您开始跳舞 到从事舞蹈演员这个行业 已经近十余年了 想问一下 您是在什么契机下 创作出神女这台舞剧的呢 其实这一切 都要从我心中那位神女说起 小的时候 我就在这个剧院跳舞 那个时候 看到一位姐姐跳舞很像神女 后来就坚持学习了舞蹈 直到现在 重新编排这出舞剧 也是为了让更多人 能够看到这出舞剧 好 谢谢刚老师 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结束了 麻烦您和其他演员 尽快去造型准备 下午我们会有摄影师 过来帮你们拍舞台照 好的 是我应该感谢你们才对 能够登上你们的杂志 那我先去准备了 那我先去准备了 辛苦 辛苦 走吧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吃饭去 你 嗯 他俩真在一块儿了 这对CP真不可思议啊 真是 我之前就是会错意了 我这马屁都拍马腿上了 行了 别管他们了 赶紧干活吧 来 跟开开 帮我办一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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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就来了 不是让你下午两点 才来拍照吗 你个工作狂 怕你不好吃饭 过来监督你啊 光明正大谈恋爱的 感觉真好 现在肯定所有人都很羡慕 你多吃点 哇 好香啊 闻着就是我们老寻家的手艺 你怎么来了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我们可是来工作的 工作 工作 对了 林总 我这傻弟弟在工作上 没少给你添麻烦吧 姐 就别读他了 回去吧 我曾 toxic 你到底会在工作上 你也不想保护 我就是真让我当书 是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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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